1.吔iro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阿娃娃的教學 那今天要講的周邊呢是開關 那我們一般外面常見的開關呢 呃.. 有很多種 像我有就是一大包裡面都是開關 像這些都是按鈕開關啊之類的 或者是這種微動開關 好那像這些開關呢 呃...其實 其實沒有分很多種啦 最基本的型就差不多是像這樣子 我們就是用這個 呃...電器符號來示意這樣子 那就是今天如果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這兩個會導通 那有另外一種呢是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這個會斷開 那這個就叫做NO常開 就叫做NC常臂 常臂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沒有按它 它是導通的 按下去之後它會斷開 那常開的話就是沒有按的時候 它不會導通 按下去之後它才會導通這樣子 好 所以基本上就就分 最主要就是分這兩種 那當然像有一些像是這種 下面是微動開關的 好 猜給各位看 像這微動開關它就有三隻腳 那這三隻腳就是 一個是NC 一個是NO 一個是CAM CAM就是供點 所以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看到呢 它有畫這個符號 就是它在沒有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突出來的機關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切換這樣子 所以在沒有按的時候呢 它的CAM會跟這個第二 連在一起 那當我按下去之後 這個E就會跟三連在一起 這樣子 好 所以就是還有分這一種 那我就畫一下 這個 這個是NC 這個是NO 然後這是CAM點 這樣子 那如果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切換過來 好 那這就是開關 所以像一般 電子材料行可以看到的開關呢 呃 有很多種 我這邊有大包 這個是直播開關 就是你切到一邊去 你切到一邊去之後 它底下那兩隻腳就會導通 那 切下來 它就管 那兩隻腳就會 打開這樣子 那還有這種SMD的小顆的開關 其實這個都是 都是這樣切換 那這是比較大顆一點的微動開關 那三隻腳就是像這一種類型的 那還有很多啦 像這個是 就是切的開關 這也很常見 然後 還有這個 滑鼠用的這個 靜音的微動開關 這個也是很常見 意思都一樣 好 然後 像這一種 它是 旋鈕開關 那下面有很多隻腳 就是 當你在轉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可能 1 2 1 3 1 4 1 5 1 6 這樣子 呃 去做短路 那 這個也一樣 這個就是 就是波動的開關 然後還有 我們 在電路板上面比較常看到的 這一種 按壓式的開關 好 那像這種開關呢 它有四隻腳 它沒有兩隻 它不只有兩隻腳 那 這種開關的 呃 屬性呢 是 我用畫的好了 這種四隻腳的開關 通常 我講個大原則 通常 它的腳在旁邊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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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上面這一排的 腳是導通的 下面這一排的腳也是導通的 所以 所以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是這兩個 呃 這兩個會在 導通這樣子 好 所以它有四隻腳 那麼 對 就基本上是 這些開關 當然還有就是 打電動 欸 電動玩具裡面這種開關 一樣意思 這個都 大部分的開關都是 常開啦 那只有少部分的開關 是 是長壁 好 那 你去電子街 就注意要買 要買你這種電圈鍵 你就要注意就是 呃 你要的是 長開還是長壁 那有一些開關呢 是按下去之後 它會 它會 卡住 我不曉得 我手邊有沒有這些開關 就是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是一直維持在 長壁 那 當你按一下之後 它才會回復成長開 這樣子 那就是按照 你想要呈現的效果來挑選 你要的 開關 好 那 今天 這開關其實有點簡單 那今天要講的 其實不只有 開關這個東西 我還要跟各位介紹一個 就是透過 Arduino上面的 呃 類比轉數位的 腳位 一隻腳 我就可以 控制 大概 就是五個開關這樣子 那我先來畫這個 電路圖 好 那我們一般這個 欸 之前 我在講這個 ADC的部分 ADC就是 Analog 轉 Digital的意思 那麼 我是不是用一個 五幅 然後 接一個 電阻 那下面是接一個 可編電阻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這邊我就接到 這個 A0 然後這個是可編電阻 所以 呃 現在有一隻腳 是這樣子接 所以我今天調整的時候 這個A0就會 就是變化 因為這個分壓 呃 組織不一樣 它的分壓 出來的電壓就會不一樣 好 那麼今天就是用 類似這樣的原理去做 我今天講的就是 一個 呃 類比轉數位 欸 類比轉數位的腳位就可以 呃 控制五個開關這樣子 那怎麼接呢 我先來解釋一下 有一個五幅的電源 然後我先接到一個電阻 那這個電阻 我預計給它 1K 歐姆 再來呢 我就往後接 然後我這邊 我要接 五個電阻 這樣 再來是 接地 好 那麼這邊 我要接到 A0 那麼再來 這邊就開始接開關 好 所以 當我今天開關沒有按下的時候呢 它的分壓 是 這一些 電阻串聯 之後跟上面這個 1K 歐姆的電阻做分壓 對不對 所以 當我按下去之後 它就是直接接地了 好 所以這個 A0它讀到的電壓值 就會改變 那相對的呢 我這邊再接一個開關 這是第二個開關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那第二個開關按下去之後 在這邊就是接地了 所以 它的 主值呢 就是 欸 它的分壓呢 就是透過這1K跟上面這一顆 那我這邊都是用330歐姆 好 等一下要DEMO的 那當然各位的那個主值可以自己挑 齁 反正就是它分壓出來的數值 你可以 量測到就好了 那當然 我這邊就是 依序的 然後再接上開關 那我可以用到5顆開關 所以假設我今天按一下第4顆開關之後 它就接地了 所以下面後面這兩顆 電阻就等於沒接 那所以 它的分壓就是 1K歐姆 跟這3顆330歐姆 去做分壓 來輸出到A0 好 所以我就 取得不同 呃 不同的類比電壓 而知道 我今天到底是按下哪一個開關 好 很簡單 那接下來呢 就來接這個電路 面包板 然後 Adreno UNO R3 然後一些跳線 然後 開關 那我準備的開關呢 是2PIN的 再來是 1顆1K歐姆電阻 跟5顆330歐姆的電阻 好 那現在呢 先把開發板先放一邊 那我要先來 把這些組起來 那各位要記住這個電路的配置 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呢 我是先接這個 1K歐姆的電阻 這樣子 再來呢 這顆1K歐姆的電阻呢 要 先接到這個5V 所以往上接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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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1K歐姆的另外一隻腳呢 我會 我會 串一個330歐姆的電阻 那因為我會一直串下去嘛 所以我先把所有的電阻先 插上來 大家要記得都串在一起喔 那至於怎麼串呢 就由各位自己去發揮 就用比較簡單的方式把它串起來 這樣 好 好 再來是這個開關 開關 開關有兩隻腳 我先從第一個 兩顆電阻中間接在一起的地方呢 接出來 那因為我接出來之後呢 另外一隻腳 就要再 接地 這樣 好 那我再 先 安裝 第二 就是安裝 所有的 開關 那一樣都是從兩顆電阻中間的腳 就是接出來 好 那麼 再來是 把所有開關的另外一隻腳呢 接地 再來 最後面這隻 電阻的左邊這隻腳呢 也要接地 這樣 好 那麼 再來 這個1K跟這個330Ω 中間這隻 就是兩個電阻接在一起這隻腳呢 待會要接到A0 所以我就先用一條比較長的線 接出來 再來是這個 電源 跟D的部分 要接到這個開發板上 所以我開發板在這裡 那這個 先接到A0 再來 另外兩隻腳就接 分別接到GND 跟5V 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超簡單的吧 哈哈 再來 要接到電腦 那各位接到電腦的時候要確定 就是沒有問題 好 就自己檢查一下你的電路是不是OK的 避免短路啦 這些的問題發生 好 那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去量測這些按鈕 按下的時候呢 他到底是分壓多少 給這個A0 那A0到底是讀到多少的 類比電壓 然後轉成多少的數位數值 所以呢 我們要先來設定這個 這個 A0 為Input 這樣 再來我們要把讀取到的值呢 用這個串列部輸出 所以我們要設定 串列部的爆率 E1 E1 GIN 9600 好 各位也可以用更高的 好 就是看各位習慣 再來呢 我們要來讀取 這個 類比的數值 Analog Read R E A D 那記得Read的R要大寫 然後我要讀取A0 這樣 再來我要使用串列部來輸出 所以我們要 把這個讀取到的值呢 放在這個串列部 輸出 TRINT LN 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才能輸出 再來我要 Delay 延遲這個250毫秒 那 如果各位不寫這個Delay的話呢 它這個跑太快 那 呃 類比轉數位呢 它的原理就是 它會把這個麥控裡面的 某一個電容 先充電 然後再去讀那個值 那你 一定要給它一些時間來充放電 當然我這邊給的250毫秒 算是給太多了 好 那因為我也是方便我們自己人眼去看 也不然你 太短它其實也跑很快 你也不方便 就是 去觀看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就延遲250毫秒 那這時候就直接上傳 那各位要注意你的板子 跟你的蓄列鋪要選對 上傳 好 現在已經上傳完成了 這時候我們開啟 串列鋪的監控視窗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的按鈕都沒有按下 所以它現在讀到的值呢 是沒有按下按鈕的時候的分壓值 好 記錄就是差不多6 3 7 左右 那當然它會這樣子跳動 是因為我現在目前使用的這些電阻 它不是機密電阻 所以它的誤差值很大 差不多是10%或20%之類的 那當然我們待會就會去抓一個範圍給它 好 那這時候呢 我按一下第一個按鈕 好 它會量測到這個是26 27左右 所以我記錄第一個按鈕是 27 再來是第二個按鈕 差不多是262左右 第三個按鈕 414 第四個按鈕 是513 第五個按鈕 是583 好 這樣子就記錄完了 那這時候我們要再來撰寫程式 那我現在想要做的程式呢 是當我按下1的時候它會印出1 那以此類推2345這樣子 好 那這時候呢我要改什麼呢 我這邊會使用到if跟elseif 那可能各位會覺得 為什麼你不用switchcase呢 因為呢 我量測出來的這些數據呢 它其實是會跳動的 它可能會在27左右 可能加減5這樣去做跳動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switchcase呢 switchcase它的 麻煩就是它的case 就只能唯一一個數字 就是一個case就只能一個數字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可能再加減5 好比說在22 跟32之間 去做判斷的話你就要寫很多case 這樣很麻煩啦 因為case 多少 那個多少就是唯一一個值而已 它沒辦法設定範圍 所以我這邊會用is跟elseif 那我這邊用if 那我要先來建立一個 就是宣告一個整數的變數 int 那叫做value 初始值為0 初始值為0 那這個value呢 我就是要拿來放讀取到的 讀取到的類比數值 好 好 那麼再來呢 這個延遲 呃 取代掉 好 那再來這個value呢 我就要把它拿進來做判斷 那 我第一個要先判斷的是這個 第一個按鈕 好 好 那如果今天這個value呢 小於等於 等於 這邊是27嘛 那我差不多就抓個50 如果小於50呢 都是第一個按鈕按的 好 那麼 它要做什麼呢 要印出 數字1 這樣 再來是elseif 然後這邊就偷個欄用複製貼上的 這樣 那我先把50跟1 移除 再複製到這個else 然後貼上 貼上 貼上 好 這時候呢 這邊是 印2 印3 印4 印5 那剛剛第一個是50嘛 那第二個我差不多就抓300 第三個 就抓 呃 400 450 第四個按鈕 抓 差不多 500 540好了 反正就是你抓的就是在這兩個 呃 按鈕 這兩個按鈕 中間的這個值 那麼 第五個按鈕呢 就差不多抓600好了 這樣 好 那為什麼我不用就是寫說這個value要小於等於多少 那還要大於等於多少呢 那因為它在前面這邊已經比完了 就是說 如果前面這個不成立代表這個數值呢一定是大於 大於50的 所以就是 意思就是一樣 好 因為前面這邊已經比較過 它當然是依序這樣子一個一個比較下來的 好 好 那前面這邊這個delay250毫秒在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 假設它今天在delay這250毫秒的時候呢 我按一下按鈕 那我如果要按太快 那我如果要按太快 那基本上就會沒有偵測到這次按鈕按下的這個動作 那 呃 我又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按鈕按下跟放開 它其實都會有所謂的彈跳問題 因為 這些按鈕裡面是金屬的嘛 那它在按下的時候 呃 我們可能理解是按下就這樣子貼著了 其實不是喔 這些金屬 它在按下的時候它 會撞擊 所以它已經會回彈 所以這個之前有提過就是所謂按鈕彈跳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delay是一定要加的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呃 我在這個最外面呢 再寫一個這個椅符 待會這個椅符呢 會把這整個全部包起來 那這個椅符要判斷什麼東西 要判斷這個value呢 有沒有小於等於600 那如果有小於等於600 代表什麼 代表按鈕有被按下 只是暫時還不知道是 哪一個按鈕被按下 好 那我就把這個 判斷哪一個按鈕被按下的 整個包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delay 放在這個裡面 那當然外面還是要有delay 因為 呃 如果今天在 一直讀取 那如果都沒有按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顧到這個 買空裡面的電容充放電的時間 所以我這邊就給它一個20毫秒 那這樣子雖然很短 但是足夠它充放電這樣 好 那它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250毫秒改成200好了 好習慣用200 那 現在如果這樣子直接上傳 會有另外一個對我來說 覺得是問題的 就是 假設我今天按下1好了 那它就會印出這個1 那如果今天按鈕沒有放開 然後我按下的時間 又超過這個200毫秒的時候 它就一直不斷的印出1 不斷的印出1 不斷的印出1 但是我希望 是按下1的時候 當我沒有放開 它就只印出一個1 它會等到我下次放開 再按下 它才會再次印出1 這是我希望做到的 所以我這邊會使用到 Wile的回圈 好 那這個Wile的回圈呢 我裡面要判斷的也是 這個Value 是不是有小於等於600 如果有小於等於600 代表按鈕 持續的被按下 好 那我 在裡面呢 要再重新讀取這個Value的值 讀取這個A0的值 並放到這個Value 所以 假設我今天按鈕按著 它會跑進來 然後它會再讀 那如果我今天按鈕持續按著 那它一定會 這個數值一定會再小於600 那當我放開的時候 它差不多是會超過600 大概637左右 它才會跳出這個回圈 那跳出這個回圈呢 我在這個跳出回圈的時候呢 我也要做Delay 我有提過 不管是按鈕按下或放開 多少都會有 按鈕彈跳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的程式 這樣子就算完成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很開心的 上傳程式 好 那現在呢 程式已經上傳完成了 這時候我們開啟 創業部的監控視窗 好 那這時候 當我按一下第一個按鈕 它會印出1 而且我放 當我放開 再按下 它才會再次印出 那如果一個 我一直持續的按下這個第一個按鈕 它是不會再一次印出任何東西的 好 所以是2 3 4 5 好 所以就是 可以使用到一個 IO角位 類比書的IO角位 就可以去讀取5顆按鈕 好的 一個 算是小撇步吧 好 好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很節省 很節省你的IO角位 那這個有個缺點就是 它沒辦法同時間按一下多顆按鈕 它會讀不到 好 那 如果你今天 呃 要操作的介面只是一個選單 然後調整某一些數值 並沒有機會同時間按一下多顆按鈕的話 好 這種配置還蠻適合 還蠻適合的 好 就很節省這個IO角位 當然 你 呃 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的IO角位去讀取 只是分享一個方式 那我會知道 呃 用這一種比較聰明的方式是因為 呃 我有一次去電子街買了這一種螢幕的這個 模組回來 好 這種擴展版回來 那下面這些這些按鈕呢 就是 都是透過這個A0 一個角位就可以讀取這些按鈕 所以就稍微研究一下 那發現他這一些電子呢 藏在這個螢幕下面這樣子 我才知道有這種用法 我覺得還蠻聰明的 那就分享給各位 那今天主要就是跟各位 呃 說明這個開關的部分 那 八九不離十大部分的開關都是這兩種 好 這只是 以不同的方式 跟控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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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分享怎麼樣使用一個Io角位 就可以去讀取多個按鈕的方式 那就覺得還蠻聰明的 分享給各位 如果各位覺得我今天教學的內容不錯呢 記得幫我的影片呢 點個喜歡 like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的觀看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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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